在新冠肆虐之际,两岸本应该合作抗击疫情 而民进党当局却将防疫工作无限的政治化 操作其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议题,企图一意谋独 这种做法注定无法得逞 中国大陆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 除了展现国力,取得主导权与话语权外 大陆方面也在积极地突破西方国家的垄断 定定重要的国际标准及规范,在两岸关系缤纷情况下 这对台湾的冲击,尤其严峻,世卫组织就是最佳的例证 疫情提供两岸共同抵抗传染疾病,改善关系的契机 但在台湾当局政治操作之下 反而深化了彼此的敌意,即仇恨 现在单凭美国等势力已经无法扭转台湾被排处在 联合国体系国际组织之外的仓库事实 民进党能在高唐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时机之旅可待 甚至利用疫情操作两岸脱钩 这一切除了致嗨漆人 只是暴露了民进党与国际现实已经脱钩 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 蔡英文以美巨统的政策将更加凸显 大陆方面势必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管控台海危机 却不会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未来两岸的军事对峙可能会成为惨态 这也使得因为突发情况 导致插枪走火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台湾突然的在距离大陆最近的小金门进行了实弹射击 小金门位于金门本岛西南方向 距离金煞两门之间距离大陆近0.5公里 在战略物质上被称为外岛中的外岛 前线中的前线 据台媒报道 小金门台军战车部队 全装实弹的推进了东港海岸 进行反登陆与海滩间谍超演 模拟主兼海上进犯敌军 台军方此次披露前线防区战备实况 以耐人寻味 台湾金门驻军每年都有例行的实弹演习 但一般都是在4月之后才陆续展开 此次在距离大陆最近的小金门进行实弹射击 且时间点提前到2月份 很明显其传递的信息不同寻常 台独变本加厉真的是质询实录 台湾驻军的金门炮击演习就是坐实的节奏 时间为了打击台独分立势力 盛销成善的企业 2月9日至10日 解放军东部战区 连续两天组织海空兵力实施战备巡航 在台岛东南部开展了海空联合军事演练 令人关注的是 此次烙台巡航过程中 台空军F-16战机携带了中程空对空导弹 半飞解放军空6K战机 而解放军空军则出动了歼11战机 携带2中程空空导弹 实弹参与护航 歼11战机越过了所谓海峡中线后 一度的开启了火控雷达 锁定台军F-16战机 令台军文分上当 其实武统台湾 照已经不存在实力问题 一旦下定决心 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时间 将是一小时计 以闪电计 在48小时之内 完全能够彻底的瘫痪 所有的台军军事力量 开展之初 首先就是要斩首蔡英文 对台湾各个军事基地 进行点穴式的摧毁 尽量减少平民上万 同时我们将在台湾东部海域 部署至少一支强大的航母编队 随时的切断台湾退路和外部增援 我述收的核潜艇 前出第二岛链 一旦美律又异动 直接对其发动军事打击 火箭军东风26 东风21 东风17等航母杀手 时刻的紧盯着美国航母 一旦的干预我国武统台湾 立即对其进行毁灭式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 若美国驻绿航的军事基地 出动军事力量干涉台海战局 则绿航所有的美军基地 都将是我军的优先打击目标 很明显 武统台湾势在必行 在此次台海博弈中 美国不失时机地参与进来 出动海空力量的密度 为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之警戒 在美国的鼓励下 台湾当局搞军事对抗的党也肥了 与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毫不客气地讲 在西太平洋地区 我们可以击败任何国家或联军 即便是美国所有的11艘航母编队 都部署到太平洋方向 也只能是我们的活把子 美国很清楚 在中国面前 他们的航母编队只能够是鱼竿里的鲸鱼 中看部中院 进行任何战争都要料敌宠宽 就是要充分地考虑到任何可能 而不是心存侥幸 我们一旦决定武统台湾 就必然会全面地考虑到 美律可能的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又被方可无患 上兵伐谋 旗翅伐骄 旗翅伐兵 旗下攻城 从战略上讲 美国若大规模的干预台海战争 将会直接地导致 其全球霸权体系的崩溃 若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在我军强力的军事威慑下 日本只能够是隔岸关火 我国的军事战略布局 也不会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台湾 不动辙已 动辙惊天动地 彻底解决西太问题 与美国平分太平洋 最终使美国有控制地缓慢衰落 中国则接受全球管理 毛主席深前始终认为 超过美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是我们拿回历史上属于我们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 怎么地把地球和人类管理好 就像历史上我们一直做的那样 这个也是主席所期望和设计好的 一个小小的台湾和美国所谓的三大岛链 只能是我们中华复兴的垫脚石 彻底解决西太问题后 美国在太平洋将几乎无限可守 我国军事力量将直逼美国西海岸 所以如果美国还有台湾面做得太蠢太过分 引发了冲突 这个结果一定是中国大陆出手 然后结束战斗 虽然我们会付代价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会赢 当然如果以冲突的形势解决 就会有很惨重的代价 要流血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其实中央政府是很谨慎的 我的观点这样 我们不是没有军事能力解决 而是希望避免后面的政治代价 因为后面代价比较大 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大声地说出来 跟台湾朋友跟美国朋友说出来 以后别在这个问题上冒险 冒险的结果实际上是他们会损失非常重 我认为中和损失肯定是大于中国大陆的 我们正要动手军事解决 美国肯定无法军事干预 然后他顶多搞点经济制裁 但经济制裁 现在不知道谁制裁谁了 事实上美国这一年半 从去年3月22号 对我们搞了很多的经济制裁吗 事实上很多 而且再往后 他也制裁不了了 今年告诉大家 你们要注意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很关键 2020年非常可能 中国的零售市场超过美国 这个很重要 因为当今世界是全球生产力过剩 谁有生产力 谁有谈判地位 而原来的美国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购买力强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终端市场 那么今年开始 中国将取代美国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终端市场 不仅是第一生产市场 而且第一消费市场 这个很厉害的 军事上你又打不了我 经济上以后也不知道谁制裁谁 你说美国怎么办 聪明一点就老实一点别乐事 中国属于大国里面脾气最好的 生活在中国周边是很幸福的 换到别的大国 不知道周边国家挨了多少周了 怎么说呢 你不要逼着中国真的发脾气 老实人也是有脾气的 真把中国大陆乐极了 我们要发起火来 那才叫雷霆之怒 美国是超级大国 但是没有一点大国分法 尤其是面对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 他们一直不怀好意 希望通过各种方法 对这个国家进行各种制裁 目前美国就向我国伸出了魔转 因为我国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让美国感到十分的不安 所以他就动员了他超级大国的力量 利用台湾地区对我国制造麻烦 他的这种行为简直太可耻了 而且不断地触碰我国的底线 美国一直试图干涉我国内政 想要通过干涉我国内政的方式 对我国进行控制制裁 目前美国就对台湾伸出了橄榄枝 企图借着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 他认为台湾地区是中国比较重视的问题 而且台湾问题是我国的领土问题 如今美国认为他们必须横插一角 所以美国与蔡英文有着非常好的交流 而且在背后不断地支持和赏远蔡英文进行态度 而美国的意图也显而易见 他在此次活动中高调地揭露台海 而他的行为已经触碰了中国大陆的底线 如今我国进行了环岛巡航 通过这种方式想要威慑美军 退出台湾境内 也通过这种方式警告那些台独分子 不要再做任何不利于主国统一的动作 再继续下去 我们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虽然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善的国家 但是也不会愣愣欺凌 如果别的国家非得要对我国的主权进行挑战 那么我们国家也不惜与他们发起战争 面对那些故意挑衅我国领土 侵犯我国政权的人 我们绝不手软坚决地维护我们的尊严